第110章,周小蛮的眼泪,疼,剧烈的疼,伴随着的无尽的乏力,那股疼痛显得更加的剧烈起来,疼得我冷汗直冒,我想要喊出声来,却发现自己根本喊不出声来。 无尽的黑暗中,疼痛和乏力不停地侵蚀着我的心神,你怎么不好好看着他,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有责怪的声音传了过来,是一抄的声音。我他娘的,哪里知道,这小子这么容易就激动起来,跟人拼命,我想拦的时候,已经晚了。 黄大仙有些委屈地开口说道,我不管,要是他出事了,我们这一脉和你们龙虎山势不两立。 一个老头的声音传了过来,师父,你快救救傻大哥吧,看他的样子好恐怖啊。 周小蛮的声音中带着一点哭腔。 妈的,郑英杰这王八蛋,我原本以为他们最多只是挑衅一下,不会动手。 没想到,竟然把王盼逼到这种程度。 一抄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行想让自己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的眼皮子重得好像张不开了。 我只好小声地低音了一下。 我声音刚发出来,周围的声音全部都安静了下来。 然后就听到周小蛮的声音传了过来。 师父,他醒了。 呼,还好。 那道老麦的声音传了过来。 然后就有人上来掰开我的眼皮看了下。 我看到一张很是老麦的脸。 虽然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人,但却感觉无比的熟悉。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一样。 还没等我去想,一股滚烫的药汁就顺着我的喉咙灌了下去。 很苦。 但喝了却很舒服。 脑子里那种虚弱乏力疼痛的感觉也随着药汁的灌入,开始变得淡了起来。 我开始有些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很安稳,很温暖。 就好像事儿时在妈妈的怀抱里睡觉一样。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睁开眼睛,天都已经黑了。 我用手撑起身子,让自己坐起来。 然后就看到了周小蛮正趴在我的床边。 脸颊上还有泪粉。 显然是刚哭过。 看着这样的周小蛮,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心里有些疼惜,伸出手去想要摸摸他的脑袋。 结果我刚碰到。 他就醒了,睁开有些红肿的眼睛,看着我。 我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 周小蛮笑了笑,柔柔地开口说道。 醒了? 我点了点头。 嗯,感觉还不错。 你怎么来了? 听大阳说你要来龙虎山了,就赶紧带我师父过来。 还好我们来得正好。 不然,你可真的要被那鬼匠给弄死了。 周小蛮的眼神中有一些责怪,白了我一眼。 我呼出一口气,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自己腰间的魂瓮。 我是活下来了,小蛹怎么样了? 见我去摸,周小蛮也笑了起来,开口说道。 你那只小鬼被一抄带走了,说是要把道筒再巩固一下,然后把他的名字登记再布。 这一下子,你那只小鬼可就真的是龙虎山的陶木鬼童了。 这在龙虎山内,可是第二代级别的,即使是一抄和大阳见了,都要对你那小鬼叫一声诗书。 一想起一抄和大阳苦着脸叫小游诗书的情况,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开口说道,我们这是在哪里? 我不是和龙虎山那老杂盲闹翻了吗? 怎么小游还去巩固道筒了? 你别骗我,小游是不是出事了? 呼! 看来,你对你那小鬼,还是听在意的吗? 周小游有些玩味地看了我一眼,放心好了。 你得罪的人是龙虎山第二代里面的二弟子,也就是一抄和大阳的师叔,他一直不满大阳的师父当掌门人,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 你晕过去后,我师父马上帮你把那鬼匠驱逐了,然后一抄和他师父也出来了,毕竟你闹出这么大动静,整个龙虎山的人都震惊了。 听完周小游的话后,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什么地方都有内斗,连龙虎山这种地方也有。 我也是有些无辜,被卷进了这次内斗中。 这时候,一抄也从外面走了进来,跟着他一块进来的,还有大阳,大阳一看到我就乐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没这么容易死。 可别说了,这才多久没见。 你小子竟然这样牛逼了,说实话,我平时就看郑英杰那伙人不爽了,可惜我打不过他们,只能忍着了,结果今天你一个人就把他们一群人给干趴下了。 对了,还有师叔那个老杂毛,你是没看到? 那一道雷虽然没把他给劈死,但他的头发和胡须都被你给弄焦了。 现在看起来,就和一个发了皱的鸡蛋似的,别提有多兜了。 大阳几里呱啦地说了一顿后,一抄这才开口说道,你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册了,等你好了,再举办拜师里就可以了,我师叔本来是不肯的,但这事情,本来就是郑英杰那伙人不对在先,放心好了,这是我的地盘,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那他现在怎么躺在病床上? 周小蛮瞪了一抄一眼,毫不客气地开口说道,一抄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 我苦涩地笑了笑,开口说道,这事也怪不了一抄,是我自己太冲动了。 你看你,这时候还为他开脱?你知不知道你之前那么一弄,好不容易补回来的羊兽都被弄完了吗? 现在的你,随时都有可能会死。 周小蛮的眼眶又红了,眼泪啪哒啪哒地往外面掉。 我苦笑着伸出手,去帮周小蛮开去眼角的泪水,开口说道,没事,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有二必有三。 再多来几次,我都已经有些熟能生巧了,前两次,我不是照样把羊兽给补回来了吗? 你真当补羊兽,是那么好办的事情吗? 周小蛮一下子拍掉了我的手,把脑袋撇向一边生闷气去了。 我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哥们,放心好了,这次的事情我负全责,我都已经和我师父打听好了。 等你这伤羊好,我们就出发,不就是致阴致羊之物吗? 我们连千年血尸都干翻过,还怕找不到。 一抄说着说着,已经开始激动起来,还打算继续说的时候,就被大羊硬生生地从房间里面拉出去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幕,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大羊干嘛要拉着一抄出去。 就在我一脸迷茫的时候,周小蛮忽然扑上来抱住了我,滚烫的泪珠落在我的脖子上,滑进了后背,湿漉漉的。 这一下子,把我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起来,手都不知道应该往哪儿放。 傻大哥,你傻不傻啊? 以后不许这样,拿着自己的生命去拼了,你知道吗? 我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快要被鬼将夺赦了。 那时候我心里有多害怕知道吗? 周小蛮说着说着,声音也开始叶耿起来。 我小声地N了一下,感觉自己的内心酸酸的,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么贴心的话。 周小蛮是第一个,震动得我心情很是复杂。 我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这个,能不能松开一下,男女瘦瘦不轻。 周小蛮叶耿着开口说道,下次你要是再这样拼命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你这王八蛋,大笨蛋。 说着说着,周小蛮又哭了起来。 不要哭好不好。 我被周小蛮的眼泪和拥抱弄得心都化了。 我不,我就要哭,谁让你这么不珍惜自己的。 周小蛮把我抱得更紧了。 感受着泪水在我的后背上,晕开一朵又一朵的水花。 我深吸了一口气,轻轻地将自己的手放在了周小蛮的后背上拍着,生怕他一会儿把自己给哭腔到了。 第111章 祖宗词 周小蛮哭了好一会儿,这才消停了一会儿,抽气了一下,瞪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行了,你睡觉吧,我先出去了。 我点了点头,等周小蛮离开后,这才叹了一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感觉自己真是受够了。 老这么接二连三地丢羊兽,这不逗吗? 天知道,我是得有短兽啊。 不过我心里却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凡事不能强来,以我现在的样子,能请来一般的鬼兵来住镇都已经很不错了。 我竟然还不知死活地请了鬼匠,鬼匠那种级别的,根本不是我所能够承受得住的,所以才会被消耗掉这么多的羊兽。 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了,反正我想要继续睡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就睡不着,我就站了起来,准备出门去逛逛。 出门的时候,发现已经入了夜了,应该是晚上七八点钟左右,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出门后,就感觉到自己的心头一跳。 那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之前我在南昌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有人在召唤我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的名字,叫我过去。 而且那个东西,似乎就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 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仔细去感受那种感觉来,闭上了眼睛后,那种感觉果然更加强烈起来,就好像是黑夜中的萤火虫一样耀眼。 我深吸了一口气,睁开眼睛,看向自己左前方,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个召唤我的东西,应该就是在那里。 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想了想,还是没有去叫大洋和一超陪我一起去,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那个东西,似乎只是想我一个人过去。 反正这里,应该还是龙虎山,没有什么危险。 我想了想,朝着之前感觉到的那个位置走了过去。 翻出院子后,我走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吧,随着我越走越近,那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起来。 这时候,已经完全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什么错觉,是有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我,在前面呼唤着我。 我又走了一会儿,那种感觉开始变得无比强烈起来,甚至连我的心脏都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行抑制住自己,内心那种激进疯狂地跳动,继续往前走着。 但走了一会儿,一所大房子拦在了我面前,与其说这是一间房子,不如说是一个道观,一个修饰得很是华丽的道观。 站在这道观的面前,连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渺小了很多。 我的内心清晰地意识到,那个,正在呼唤我的东西。 就在这道观里面,我看了眼,最后还是放弃了翻墙进去。 毕竟这里可是龙虎山的地盘,我这么茂茂然地进去,本来就不太好。 最主要的是,我之前已经惹了祸了,这地方看起来好像很重要的样子。 我要死进去,再惹了祸。 那可就真的和龙虎山之间不死不休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制住内心想要冲进去的冲动, 转身朝着之前自己睡觉的地方走了回去。 明天再问问易超和大洋,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用吧? 我苦涩地笑了笑,本来以为自己可能会得到什么好东西。 现在想想也对,人龙虎山在这居住了这么多年, 啥好东西,他们没找到啊? 哪里轮得到我去找? 回去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 接下来的几天,同样是如此。 我的心里一直挂念着,在那大刀罐里面呼唤我的东西。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会如此渴望得到它呢? 大洋和易超来看过我几次,我也问了那个道观究竟是什么地方。 易超倒是没隐瞒,也没必要隐瞒。 那是龙虎山的祖宗祠,里面挂了从一代天师到第六十二代天师的画像。 想要加入龙虎山,就必须要进这祖宗祠里面, 拜过所有祖师爷的画像。 每一个画像前,都必须要三叩九拜,行最大的礼。 只要能得到已为祖师爷的认可,就能够加入龙虎山。 想想自己的三叩九拜六十二次,心里也是醉了。 不过对那祖宗祠里面呼唤我的东西的好奇, 却让我把这事情给抛到了一边。 既然到时候能进去,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呼唤我。 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五天,周小蛮这才跑过来和我说我已经恢复了。 自从上次我刚醒,周小蛮抱着我哭了后, 他对我的态度就有些奇怪,经常看到我就跑。 我心里就感觉很奇怪,周小蛮这是干嘛呢,老见我就跑。 当然,我心里最好奇的是周小蛮的师父,那个叫王开山的。 看得出来龙虎山的那些弟子对周小蛮这一脉很是尊敬。 不过我醒来后,一直没见过他。 每次周小蛮来送饭的时候,我问起他师父,他都会把话题给转过去。 这让我心里对王开山的好奇心更加足了。 因为我想起了之前在八宝村的时候,月经哥和我说的那个被山改掉的故事。 王开山作为当事人,肯定对那件事情更加的了解。 说不定能从他的嘴里得知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来。 或许我还能因此知道,一些月经哥为什么会去帮那个想要买我命的人的原因。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月经哥应该不是想斩掉善念那么简单。 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在里面。 但王开山既然不打算见我,那这一切都成了空谈。 我总不可能自己冲过去,贸贸然地见他吧。 恢复了后,就是去祖宗祠内拜祖师爷入门派了。 一超和我说他,师父已经开始安排了。 最多两天就能去祖宗祠了。 等加入了龙虎山,就可以一起出去寻找知阴知阳知物,来给我恢复阳寿了。 又等了两天,一超这才过来找我,让我沐浴更衣,换上龙虎山的道袍,熏了香,去祖宗祠。 加入龙虎山本来就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 我到祖宗祠的时候,看到有十几个青年也穿着龙虎山的道袍,站在祖宗祠外面。 听大阳说,我这还是中途加入的,场面不够宏伟。 一般加入龙虎山的弟子,都是半年前就先定了,然后将整个龙虎山的弟子,长老选出一个大家有空的时间,集中在一起,然后才能拜师。 而我加入的比较匆忙,暂时只有目前在龙虎山的弟子和长老来见证。 看到这么多人,我这心里也是有些没底。 也不知道一钞是怎么和他的师父说的。 连我这种半路出家的人都能加入。 我到了祖宗祠门口的时候,那些在门口的弟子看我的表情也有些不对劲。 大部分看,我的表情带着一点新奇。 还有一些则是赤裸裸的敌意。 等了一会儿,终于有眼熟的人过来了。 脑袋弄个和一个发了皱的鸡蛋似的老杂毛,带着郑英杰那一群人走了过来。 见到我之后,那老杂毛根本没给我什么好脸色。 冷哼一声,直接进去了。 而郑英杰和他师弟那一群人则和我一起站在了门外。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郑英杰他们的眼睛都在喷火。 那被小悠活生生咬掉生魂的董之凯,神情看起来有些疲软。 见我的表情还带着一丝畏惧。 我笑了笑。 看来上次的事情对他们的打击挺大的。 至少他们虽然看我的表情很有敌意,但却不敢出声嘲讽。 就在我打算稀释宁人继续等的时候,郑英杰忽然开口说道。 你这种野胡缠的杂羞,即使是有桃木鬼童认可了你。 但我估计,你得不到哪怕是一位祖师爷的认可。 到时候,如果真的这样,那你离开龙虎山之日,便是你丧命之时。 第112章,画像。 郑英杰的话,让我又气又好笑。 先不说我能不能败师,光是他想杀我,就办不到。 我手里,有小悠这个已经风筝了的桃木鬼童在。 如果到时候,他对我出手,估计董之凯就是他的下场。 听一超说,小悠这几天一直在巩固自己的道统,比起之前,怕是要更加强劲了。 要死郑英杰过来想杀我,估计能一巴掌把他给拍死掉不可。 当然,如果是那个老杂毛过来,还真有点危险。 但我仔细想了想,一超的师父也并不是吃素的,到时候肯定会牵制住那个老杂毛。 只要不是出动一超师父那一代的长老,就一超这一代的弟子,我估计都不够小悠一个人解决的呢。 所以我对郑英杰的威胁,当作是在放屁,转过头去看了他一眼,直接嚣张跋扈地开口说道, 谁家厕所里面的大便喷出来了,真鸡把臭。 你…… 郑英杰被我这一呛,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应,只是拟了一声,脸臭得厉害。 废话,我当初上学的时候,怎么都算是一个不良学生,骂架还真没损过谁。 小子,一时的口舌之力算不得什么,这么多人的见证下,如果你得不到一个祖师爷的认可,那可就真的丢大脸了,尤其是长教真人。 这时候,郑英杰带过来的一个人,开口挑衅道,说到一半,郑英杰拦住了他,没让他继续说下去,我自然也清楚原因,都说到长教真人了,这事情要是再说下去,可就大条了。 不过我听完,心里也有些急了,虽然我没见过一超和大阳的师父,但看样子,似乎并不是一个坏人,如果我真的得不到祖师爷认可的话,岂不是会拖累于他? 毕竟这事情完全可以说他眼光不好,有损威名。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身正装倒袍的一超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大阳跟在他身后,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三根长相有些奇怪的香,烟雾鸟鸟。 一超走到我身边,围着我转了两圈后,这才开口说道,敬祠堂,拜祖师。 具体的事情之前,一超已经和我说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抬起腿,跟着一超一块朝着这祖宗祠走了进去。 而在我刚跨进大门的瞬间,一股强烈的悸动在我的心田涌动起来,正是这两天沉寂下来,那种呼唤的感觉。 那东西,果然是在祖宗祠。 随着我和一超,大阳越走越进去,那鼓子悸动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起来,就好像有人,在我的耳边,不停地喊着我名字似的。 我强忍住内心那种冲动的感觉,不动神色地跟着大阳,一块朝着里面走去。 很快,我们就到了一个全封闭式的屋子面前,屋子的门口站着六七名须发全白的道士,还有一个光秃秃的,和皱了皮的鸡蛋,似的老杂毛。 这应该是龙虎山的长老们了,那些长老见我来了,也全都看向了我。 我注意到,有几个人看我的表情有些不太对劲,我估计是那个老杂毛一派的,而一超师傅这一派的长老看到我,却是眉开眼笑的,显然很满意。 当然,那时候我不清楚桃木童子在龙虎山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清楚的话,当时的我估计就不会这么心惊胆战了,甚至不会什么代价都不要。 就加入了龙虎山了。 我也不太在意那些长老的目光,这次加入龙虎山,也只是因为以后少一点麻烦罢了。 等拜师结束后,我就直接离开龙虎山了。 他们怎么斗都不管我的事情。 我不想卷入这些大老的斗争中,因为我感觉那样会让我死得更快。 跟着一超对长老们行了礼后,大门这才被打了开来。 而在大门被打开后,我内心那骨子悸动就更强了。 我确定,那个在呼唤我的东西,就在这祠堂里面。 我心里开始好奇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呼唤我。 开始有些急迫地,想要进入这门里,看看究竟了。 门打开后,以一超的师父最先进去,然后长老们缓缓进去。 而后一超和大阳走了进去,然后我才跟了进去。 我进去后,那些龙虎山的弟子也都跟了进去。 进去后,我才发现,里面另有乾坤。 一张张先锋道鼓的道士画像挂在这房间里面。 而在房间的正中央,挂着一幅无比巨大的画,画像上一个先锋道鼓的道士, 一手拿着一把长剑,一手扁指成剑,指向苍天。 而在这画像的正下方,立着一个牌位,张道灵天师。 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就是创立了龙虎山的天师,张道灵。 在看到这幅画后,那股强烈的悸动开始变得无比强烈起来, 心跳猛烈的就好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土包子终究是土包子,接下来就是现行的时候了。 身后传来了一道冷嘲热讽的声音,不用回头看, 我也知道是郑英杰那一群人说的,我并没有理会他们。 既然义超和大阳的师傅同意我来拜先祖,就肯定我不会有任何问题, 至少不会卡在这一关上。 拜祖师爷? 义超的声音拉长,很是威严地开口说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知道最关键的时候到了,这时候我应该先站在最外面, 对着里面所有祖师爷一拜,然后再拜最前面的张天师, 然后再按照辈分一个个摆下来,只要得到肯定的祖师爷, 他们面前香炉里面的香,就会自动点燃。 天赋越高的人,香点的就越多,听说龙虎山这一辈中, 得到最多人承认的,就是一超了。 除了最中间的张道林天师,没有点香之外, 第二代到第六十二代,全都点了香炉里面的香, 这是可以说是近百年里面最好的成绩了。 在历史上,也能排得上名次, 听说历史上能得到张道林天师承认的弟子,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那几个人,无意不是带着龙虎山在正史上挂名的超凡天师。 我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面前所有画像,慢慢地弯下自己的腰。 然而,就在我腰正弯道一半的时候, 异象发生了,和之前我在长沙时遇到的情况一样, 但这次又有些不太一样。 因为在我弯腰的时候,除了正中间的张道林天师画像之外, 那些通了灵的祖师爷画像,全都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哗啦啦的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梦了。 而我则缓缓地将自己的这一鞠躬给弯到了底, 啪啪啪啪,一道连着一道画像, 全都从原来的地方掉了下来, 有的甚至直接掉到了香炉里面, 沾上了不少香灰。 在场的人全都张大了嘴巴, 看着这奇怪的一幕。 而我直起腰来的时候, 也看到了这一幕, 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祖师爷画像,怎么全部都掉下来了? 那老杂毛开口说道, 其他的弟子也都哗然起来。 难道此人是大奸大恶之辈不成? 另外,有长老开口说道, 所有的弟子看我的表情也有些不一样起来。 不对,如果是大奸大恶之辈, 祖师爷不会掉下来画像, 至少会表现出排斥的感觉来。 而现在, 好像祖师爷传出来的意思是恐惧。 马上就有长老开口说道, 话音刚落, 包括一超的师父在内, 所有人都错愕地看着我。 一超的师父开口说道, 此子究竟是什么身份, 连祖师爷都受不了他一半。 哗! 全场一片寂静, 而就在所有人都为了那些祖师爷画像掉落, 而手忙脚乱的时候, 正中间张到灵天师面前的香炉上, 那数百年未曾燃起的香, 竟是划过了一道火光,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冒起了飘渺的烟雾。 第113章 可笑 天, 祖师爷的香怎么会点着了? 马上就有弟子一脸震惊地开口说道。 而在这个弟子说完后, 马上就有人开口说道, 不仅仅是如此。 你刚才没听长老们说吗? 这小子好像是连那些祖师爷都受不了他一半,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据说张天师面前的那炷香, 即使是历史上的那些祖师爷, 也极少数能点燃, 不超过一手之数呢。 又有人开口说道, 听着周围这些声音的时候, 郑英杰的脸色明显不太好看, 就和吃了狗屎一样的臭。 而我这时候也猛了, 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虽然之前在长沙的时候有过这种体验, 但现在这和长沙那会儿完全不一样。 这么多龙虎山的祖师爷画像全都掉下来, 即使是最中间的张道林天师画像也摇摇欲坠。 那被点燃的香在一开始的小火星出现后, 瞬间冒起一团大火, 整根香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被燃烧殆尽。 看着这一幕, 不仅仅是郑英杰, 连他师父, 那个老杂毛的表情都不太对劲。 显然这一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之外了。 这时候, 心头那股念头也愈加地强烈起来, 就好像是在疯狂地召唤我一样。 在所有人都手忙脚乱地看着祖师爷画像时, 我注意到在张道林天师画像上, 天师手里拿着的那把剑上竟然闪过了一道红光。 我揉了揉眼, 以为自己看错眼花了, 但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那道红光直接一闪而过, 朝着我腰间的血刃钻了进来。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奇怪的一幕, 只有我看到了那道诡异的红光, 我的心跳开始剧烈起来, 扑通, 扑通的心跳声, 让我整个人都快幸福地晕厥过去了。 祖师爷画像上的东西啊, 虽然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但绝对不会差, 至少这一路上他都在召唤我, 显然就是等着我过来。 而现在, 这种好东西竟然到了我的手里。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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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什么异常来。 但我越是这么想, 嘴角的笑意就越是隐藏不住。 就在这时候, 从腰间传来一股火热的感觉, 我的全身都好像是被沐浴在阳光下一样, 那种温暖的感觉笼罩着我的全身, 让我差点舒服地叫出声来。 他这时, 很快, 有人注意到我的异常来, 开口说道,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到了我身上。 而我身上这时候, 那股炙热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起来, 从腰间涌上来的那股热感, 带着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在我的体内四处流窜着。 长老以下的弟子全都出去, 还有, 一抄, 你去叫开山大师过来。 一抄的师父, 一脸严肃地开口说道, 弟子们也注意到, 掌门的表情有些不太对劲, 全都退了出去。 这时候, 我体内那股灼热感, 也愈加地强烈起来, 隐隐约约有一些疼痛感。 感觉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甚至我都能看到, 老杂毛因为愤怒难受, 眉头和嘴角微微颤抖的样子。 而一抄他师父这时候, 也从口袋里面掏出几枚铜钱来, 开口说道, 把声门全都封住, 这小子运气有些逆天, 得到祖师爷的道筒了。 什么? 祖师爷道筒? 老杂毛大声吼了一句, 不可能, 祖师爷的道筒怎么还在? 你不是长教, 你当然不知道。 一抄的师父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老杂毛瞬间闭上了嘴巴。 这时候门被推开了,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被一抄推了进来。 而在看到这个老人后, 我心里涌起了一道莫名其妙的情绪, 好像很久之前就认识了他一样。 老人进来后, 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然后开口说道, 这么大的避天阵, 我还暂时步不出来。 开山老爹, 你可别和我开玩笑了, 得祖师爷道筒, 这是若是遭天谴。 我这半个龙虎山都要毁于天雷之下了, 一抄的师父这时候也开口说道。 王开山却只是笑了笑, 闭上了眼睛, 什么都没说。 而老杂毛这时候, 也不知道想着什么, 眉头一皱, 既然慈子本来就要死于天谴之下, 为了诱我道筒, 诛杀慈子吧。 老杂毛话音刚落, 就得到了几个长老的认可。 那几个长老, 全都一口同声地开口说道, 请掌门诱我道筒, 莫让慈子毁了我龙虎山啊。 当时听到我差点起来, 把这几个老杂毛都给打死, 骂了个鸡, 老子得罪谁了, 这就要诛杀我。 一抄他师父这时候看着我, 神情也有些捉摸不定, 这时候那老杂毛, 直接拔出了自己腰间的配件, 开口说道, 别犹豫了, 就让我诛杀慈子吧。 说完, 老杂毛就直接持剑, 朝着我慢慢走了过来。 一抄他师父犹豫了一下, 还是叹了一口气, 站在了老杂毛的面前, 开口说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 慈子得了张天师道统, 本是我龙虎山之幸, 又何来诛杀一说, 若我龙虎山真因为祖师爷道统而回去, 那也是天要灭我龙虎山。 是祖师爷的意思? 可是, 老杂毛还想要说什么? 没什么可是。 我是掌门, 这里我说了算, 你去遣三弟子, 带着祖师爷画像和长老们离开吧。 一抄的师父开口说道, 那掌门你呢? 马上有长老开口说道, 是与道统共存亡。 一抄他师父义正言辞道, 我等愿同掌门一起共生死。 有几名长老开口说道, 我注意到老杂毛的脸上竟涌上来一丝喜色, 心里也清楚, 这老杂毛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说不定就等着一抄他师父死了, 自己当掌门。 一想到这, 我就急了, 但身体却根本不能动。 我没想到, 这东西会有这么大的副作用。 如果知道的话, 我肯定就不要了。 现在好了, 白白便宜了老杂毛, 还让一抄的师父陪我出事。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还宁愿不要这祖师爷到头。 就在这时候, 屋顶上方传来了一阵阵雷电轰鸣的声音, 就好像是雷电在积蓄着力量, 想要往下拼一样。 那巨大的动静, 也让在场的人脸色都变得铁青起来。 跑不掉的, 看这情况, 最多不孝一炷香时间, 天雷就要落下来了, 到时候, 你我兜得死。 老杂毛的脸上, 涌过一道猙獰, 就让我杀了他吧。 不行, 一抄他师父, 一正言辞道, 坐在轮椅上的王开山, 只是浅笑着看着面前的这一幕, 像是在看一幕笑话一样。 就在这时候, 一抄的师父, 忽然被人在后脖子上, 用手掌砍了一道, 眼睛一翻白, 晕了过去。 我注意了一下, 就是一抄他师父那一脉的长老。 朱砂瓷子吧, 掌门已经晕过去了, 没人拦你了。 那长老开口说道, 我忽然感觉很想笑起来, 原来这就是我要加入的门派, 整个门派中, 也就只有一抄的师父, 可以说是真正的圣人, 其他人不谈也罢。 来杀我吧。 谈若他日我存活下来, 我也不是你们龙虎山的弟子了。 我内心的郁杰, 一下子消散开来, 看着面前提着长剑, 一步步朝着我走过来的老杂毛, 浅笑着开口说道, 而周围那些掉落的祖师爷画像, 全都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在桌子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正中间的张道林画像无风自动, 画像中张道林的神情, 就好像是在发怒一样。 这时候, 祖宗祠的大门却被人给推开了, 一道道冰冷, 又带着一丝嘲讽的声音, 从门外传了进来。 这才多少年不见, 龙虎山变成了这般藏无奈构的地方了。 堂堂一个大门派, 却要牺牲自己的弟子, 才能存活下去。 当真可笑, 第114章, 我王开山上前临死。 是个女人的声音, 声音特别清脆, 听起来让人感觉很舒服。 何人再次喧哗, 老杂毛直接看向了门外, 身子一正。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那声音很熟悉, 但却又想不起来是谁, 这时候那声音继续开口说道, 这样吧, 既然你们龙虎山不要这弟子, 那么我就把他带走如何, 以后他是死是活, 都不关你们龙虎山的事情。 这不可能, 此子身上有我龙虎山张天师的道统, 要死也只能死在我龙虎山。 老杂毛开口说道, 听到这我就气得笑了, 原来这就是大门派的气度, 我知道老杂毛是一心想要弄死我, 但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不要脸。 而听到老杂毛这么说后, 那女人又继续开口说道, 如果说, 我一定要带走她呢。 这时候, 我终于想起来这女人的声音是谁了, 是红脸, 她没事了吗? 之前在丽江的时候, 我明明已经感觉到, 她好像很虚弱的样子, 不过似乎半个月的确已经过去了, 再出现在这里, 也并没有什么突兀的地方。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但既然此子已经得了祖师爷道统, 就没有可能离开龙虎山。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老杂毛开口说道, 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红礼有些嘲讽地笑了起来, 你的这祖上, 是你自己吗? 可没有人说过得了张天师的道统, 就不能离开龙虎山了。 这里是龙虎山? 老杂毛被红礼给气得不行, 直接开口说道, 是吗? 那么, 在那边装晕的义道人, 你也觉得我没有资格带走他吗? 红礼冷冰冰地开口说道, 装晕? 我愣了一下, 看向晕倒在地上的一抄他师傅, 果然, 在红礼说完话后, 义道人也从地上站了起来, 脸上带有一丝尴尬。 我深吸了一口气, 这时候, 如果我再不清楚, 他们究竟搞什么鬼的话, 我这二十多年, 也就白活了, 这义道人, 分明就是想要装晕,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让老杂毛杀了我。 这龙虎山上下的长老, 都想要我的命, 当真是可笑, 我之前还以为义道人是圣人, 现在想想, 却有些想扇自己的脸。 既然卫道者想要带走慈子, 显然有化解之法, 评道方才却是有些梦浪了, 慈子仙姑可以带走, 但他已经入我道集, 这身造化, 也是得我天师道统, 还望慈子留下魂魄印记, 当作我龙虎山弟子, 这样, 我也好对门派交代, 不然我无法让他离开。 义道人嘿嘿一笑, 开口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魂魄印记有什么用, 但是我知道, 他要这东西, 肯定是为了防止, 日后我对他们龙虎山出手。 红礼走到我身边,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只感觉到身体, 好像是坐船一样, 起起伏伏的, 然后就看到红礼的手里, 拿着一张黄符, 丢给了义道人, 冷哼一声, 直接拖着不能动弹的我, 朝着外面走去。 被红礼这么一拖, 我原本僵硬了的身子, 这才好了很多。 我开口说道, 小悠, 小悠还在他手里。 红礼的手里, 出现一个魂梦, 开口说道, 桃木鬼童我已经帮你拿回来了, 走吧。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任由红礼拖着我往外走, 走出门后, 我看到刚才退王开山进来, 又出去的义超, 他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后叹了一口气, 什么都没有说。 我知道我出了这门, 以后怕事就要和龙虎山作对了, 虽然我和义超是朋友, 但他另外的身份, 却是龙虎山大弟子, 因为身份, 他并不能说什么。 我对着他笑了笑, 示意他不要在意。 这时候, 周小蛮也跑了过来, 把王开山从祖宗祠里面推了出来, 黄大仙也跟在了我身边。 我们一群人, 很快就离开了龙虎山的范畴, 天空中的乌云, 好像也知道了这一点, 竟然随着我们的走动, 也跟着我们出了龙虎山。 而在我们出去后, 红礼把我往地上一丢, 行了, 我能做的事情, 就只有这些了。 既然王开山你找到我, 说有办法解决这事,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如果他出了事, 那我不会饶过你的。 王开山黑黑一笑, 开口说道, 我还指望留着这条命, 替我妹妹报仇呢?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让自己死? 这样最好, 红礼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脚尖一点, 直接消失在了丛林里。 而在红礼离开后, 王开山也到了我面前, 看着我, 开口说道, 我可以救你, 但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我看着王开山, 脑子里一片乱糟糟的, 杀了藏风。 王开山说到这个时候, 表情有些猙獰, 但很快, 就柔和了下来。 另外, 希望你能照顾小蛮。 杀了藏风? 我愣了一下, 忽然想起来, 之前那个在驿庄里面, 看到和我一模一样的人, 赶紧开口说道, 藏风不是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要我杀他? 而且,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当然, 还有一句话我没说出来, 那就是, 藏风不是我前世吗? 怎么又要我去杀他? 王开山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现在告诉你太早。 说完, 王开山抬起头来, 看着天上的乌云, 最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记得, 杀了藏风, 不然又是一个轮回。 我不明白王开山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一边的周小蛮却急了, 师父, 你要做什么? 王开山却什么都没有说,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玉丢给了我, 开口说道, 好了, 你可以和小蛮一起离开了, 那你呢? 我开口疑惑道, 王开山却只是摇了摇头, 看向一边的周小蛮, 走吧, 带着他走, 不然他也会死在这的。 可是, 周小蛮还想开口说什么, 但王开山只是瞪了他一眼, 你连师父最后的要求都不听了吗? 这时候, 即使是我都意识到, 王开山要干嘛了, 心头一冷, 就想要开口说什么。 王开山却开口说道, 道童已经帮你把亏损的寿命补齐了, 我这辈子, 本来就因为泄露天机, 没多少天好活了, 现在帮你挡下一栽, 也并不是不可以, 切解, 你一定要活下去, 如果连你也死了, 那就真的没人拿他有办法了。 我, 我还想说什么, 就看到满脸泪水的周小蛮捂住了我的嘴巴, 对着我摇了摇头, 然后背起我来, 朝着外面走去。 黄大仙深深地看了一眼王开山, 是条汉子, 本仙尊这辈子从未服过谁, 你是第一个。 王开山只是淡淡地挥了挥手, 然后看向天空, 大声喝道, 贼老天, 我王开山, 上前临死。 轰隆隆, 王开山话音刚落, 天空中就发出了一道闷雷响动声。 这时候, 已经走到安全范围的周小蛮, 好像失去了浑身的力气, 把我放在了地上, 咬着自己的手指, 死死地看着王开山, 眼泪啪哒啪哒地, 从眼眶中掉落。 我知道王开山这是要替我去挡灾了, 心里也特难受, 如果不是我现在根本动不了, 我肯定要上前去阻止他的。 王开山大笑了一声, 贼老天, 我王开山上前临死, 你应还是不应。 哄, 乌云中积累的闪电终于到了临界点, 一道巨大的闪电, 从乌云中直接朝着王开山劈了下来。 师父! 周小蛮终于忍不住朝着王开山冲去, 却被黄大仙死死地咬住道袍, 巨大的闪电带出强烈的热浪, 毁天灭地的天地之微下, 一切荡然无存。 我死死地咬紧牙关, 看着面前已经被夷为平地, 空无一物地焦黑草地, 内心的不甘让我浑身都开始颤抖起来。 第115章 卑鄙的老杂毛 王开山的死, 让我感觉到有些无可奈何的不甘。 虽然他说的是自己本来就要死了, 但却的的确确地是为了我而死的。 这是无可质疑的, 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我的手死死地抓着地面, 掐起一把土来, 力气大到似乎都能将土里的水挤出来, 面前空荡荡的一片, 似乎在嘲讽着我的无力。 我开始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 王盼, 你就是个废物。 你只能不停地靠别人来帮助自己, 现在别人都替你去死了。 一旁的周小蛮看到我寂静癫狂的样子, 连忙伸手擦了一把眼泪, 上来死死地抱住我。 黄大仙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有说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 知道这一次的事情, 也不能怪在龙虎山的身上。 换作是我在龙虎山那边的地位, 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和自己的门派比起来, 孰轻孰众, 一比较就知道了。 坏就坏在我自己身上。 对于这该死的天前, 我根本连丝毫的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让我感觉无比的泄气。 如果我能再强一点, 那王开山可能就不会死了吧? 对, 没错, 就是我太弱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开始很渴望起力量来。 这时候, 黄大仙开口说道, 人死灯灭, 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 你要记住他死前的遗言, 杀掉那个叫藏风的家伙, 还有照顾好你旁边的这个小丫头。 我愣了一下, 脑子这才清醒很多, 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哭成泪人, 却死死压抑自己眼泪的周小蛮, 伸出手开去他眼角的泪水, 开口说道, 放心好了, 我会做到的。 这时候, 周小蛮终于忍不住, 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 走吧, 这里还是龙虎山的范畴, 刚才他们之所以没接近, 是因为怕了这道天雷, 我怀疑, 那群老杂毛, 现在已经追出来, 想要你的命了。 黄大仙开口说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时候的, 我已经可以动弹, 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除了身体里, 力气感觉比原来大一点。 我扶起已经哭得贪软在地上的周小蛮, 朝着外面快速地走去。 我觉得, 黄大仙说的的确有道理, 如果我是龙虎山的那些长老, 绝对不会给自己的门派, 留下来一个隐患, 尤其是这个隐患身上, 还带着祖师爷的道统, 肯定必须要趁着, 他还没有成长起来, 之前, 把隐患给解除掉。 周小蛮虽然很伤心, 但也知道现在情况的危急, 被我扶着走了一段路后, 也开始自己跑了起来。 因为这位置比较偏, 我们跑了十几分钟, 都还没有找到马路。 这时候, 黄大仙已经有些急了, 开口说道, 我感觉到了, 后面至少有三个人追过来了, 其中一个人, 就是之前的老杂毛。 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咬了咬牙, 开口询问道, 最多不超过五百米, 以我们现在的速度来说, 估计十分钟内就能追上我们。 黄大仙的狗脸上满是焦急。 我算了一下, 十分钟内, 根本不能支撑我们跑到马路上, 更何况马路上还需要等车, 鬼知道这个穷地方得等多久才能等到出租车啊。 所以我直接停了下来, 黄大仙见我停下来了, 开口说道, 你停下来干嘛, 反正已经跑不掉了, 准备一下, 然后开始战斗, 和这老杂毛拼一把。 我咬了咬牙, 开口说道, 黄大仙开口说道,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可以埋伏好, 敌明我暗的情况下, 比他们追上我们要有胜算的多。 我点了点头, 拿出魂瓦, 把小悠叫了出来, 小悠出来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总感觉好像哪里出错了, 因为面前的小悠, 和我印象中的小悠, 完全不愿意了。 怎么说呢, 之前的小悠看起来感觉三四岁左右, 而面前这小悠, 就好像是原来放大版, 长大了几岁, 看起来好像已经上了小学了。 原本肥肥的脸蛋, 已经变得有些尖了, 脸看起来精致了很多, 虽然还是很小, 但却已经看出那种风华绝代的感觉了。 真不知道, 她长大后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模样。 小悠出来后, 看向周围的眼神也有些迷茫, 不过在看到我之后, 眼眸中的那骨子迷茫也消失了, 伸出肉乎乎的手掌朝着我抱了过来。 还是以前的小悠没错, 也只有小悠看我才会这么亲你。 当然, 这前提是高冷哥不在旁边, 想起之前即使是我在旁边, 小悠还是直接忽视了我, 和高冷哥那么亲你, 我这心里就特别不爽。 人长得帅了不起吗? 见我召唤出了小悠, 周小蛮也从魂蚊里面召唤出了小米。 小米出来后, 看向小悠的眼神也充满了警惕, 肉乎乎的小手上很快就长出了尖锐的指甲, 张开血盆大口死死地盯着小悠。 周小蛮连忙开口说道, 那是伙伴。 小米这才收回了自己的牙齿和指甲, 但看向小悠的眼光已经还是怪怪的。 注意了, 他们距离我们没多远了, 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一会儿先让你的陶木鬼童把这群人的生魂都打出来, 然后再让那个小鬼和你的小鬼一起合力把他们的生魂给吞了。 记住了, 一定要在一瞬间完成这些事情, 如果被他们发现了, 那我们就不是对手了。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一点就是, 陶木鬼童对龙虎山弟子的克制性黄大仙开口说道, 什么克制性? 我开口问了一句, 陶木鬼童是龙虎山的护山小鬼, 只要学习的是龙虎山道术, 那么陶木鬼童就可以忽视一切, 将他的生魂给拍出来教训。 黄大仙开口说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难怪之前一抄的师父和他那一派的人, 在确定了我会加入后, 脸色都特别好。 我估计, 如果不是我身上这该死的张道林道桶的话, 我现在肯定在龙虎山里面混得很开。 行了, 躲起来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群人各自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了。 我们刚躲起来没多久, 就看到老杂毛带着郑英杰, 还有之前那个帮董之凯把生魂放回体内的顾一涵, 三个人走进了我们的包围圈内。 妈的, 王盼这小子, 真以为自己能跑得掉吗? 郑英杰一边走, 一边骂骂咧咧道, 对啊, 这次要是找到他, 一定要为董师兄报仇, 董师兄损失的生魂, 没有三年五载, 是恢复不了了。 顾一涵开口说道, 你们两个人说话注意点, 好歹是龙虎山的弟子, 别这么口无遮拦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罗盘, 老杂毛一边开口说道。 而在老杂毛说完后, 他皱了皱眉头, 奇怪了, 上面明明显示的魂魄印记的人是在这方向的, 怎么到了这里, 方向就乱了。 我的心里一凉, 知道老杂毛可能看出什么来了, 要是再待下去就晚了, 趁着他现在还没有发现, 直接出手比较好。 我看了眼隐藏在对面草丛里面的周小蛮和黄大仙, 也从他们的眼眸中看出一样的意思来, 那就是动手。 我点了点头, 看了眼身边的小悠, 大声叫了一句, 动手。 谁? 被我这声音一影响, 老杂毛直接朝着我们这边看了一下, 一下子被吓得愣过去了。 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小悠已经冲到他面前, 呲牙咧嘴地伸出手掌, 一巴掌把郑英杰的生魂给拍了出来, 就要继续往老杂毛脑袋上拍的时候, 让我感觉诧异的一幕出现了。 老杂毛竟然直接拉过身边的顾一涵, 挡了小悠这一下, 小悠的手活生生地将顾一涵的生魂拍了出来。 师父,你…… 顾一涵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他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会做出这种事来。 第116章 高冷哥的下落 顾一涵的生魂直接被小悠给拍了出去, 而老杂毛借此机会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朝着后面快速地退了两步, 一脸警惕地看着我们。 小子,还挺阴险, 差点就着了你的道了。 老杂毛看着我开口说道, 我却被老杂毛给气笑了, 开口说道, 我阴险, 你怕是比我更阴险吧? 竟然拿自己的徒弟给自己挡刀, 就不怕龙虎山的人知道后, 你身败名裂吗? 无所谓! 老杂毛轻笑着说了一句, 反正你们都要死在这里, 这件事, 没有人会知道。 如果我不杀你那两个徒弟, 那不就可以了? 我抿了抿嘴, 眯着眼睛, 看着面前的老杂毛。 反正他们已经死了, 是死在你们手上的, 与其被你的小鬼吞噬生魂成长, 不如我送他们上路。 说完, 老杂毛直接伸出手来, 对着郑英杰和顾一寒, 这两个人的生魂, 直接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生魂上弥漫出一股股的白烟。 我注意到, 郑英杰和顾一寒, 看向老杂毛的眼神, 带着浓郁的怨恨。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顾一寒死死地盯着老杂毛, 开口说道, 不要怨恨我, 要怪就怪这小子太阴险了。 老杂毛轻笑着开口说道, 说完, 他的手往着前面重重地一压, 郑英杰和顾一寒的生魂, 直接被他给拍散了。 这老杂毛够狠, 拍散别人的生魂, 这可是让人永世不得超生啊。 一旁的黄大仙, 无比震惊地开口说道, 没想到一条狗懂得倒挺多, 还会说人话。 稀奇, 老杂毛看向了黄大仙, 眼眸中满是玩味。 见到这一幕,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清楚, 以老杂毛的修为, 我们在场的人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刚才要是他的生魂被小悠拍出去了, 那还好说, 但现在, 如果我再不做些什么, 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了。 虽然知道寝神很危险, 但这时候, 我还是不得不去请神。 这时候, 周小满也注意到我的表情来, 直接上前拉住了我的手。 不行, 虽然你得到了张道林的道统, 但现在还没有完全吸收。 你要是再请到鬼匠, 会死的。 我不请的话, 我们这里的所有人, 都要死。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周小满摇了摇头, 这不一样, 你应该知道, 知道别人为自己而死。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我反而愿意和你一起去死。 可是我不愿意, 我看了周小满一眼, 我答应过你师父, 要好好照顾你的。 可你也答应我师父了, 要杀死藏风。 难道你想让自己就死在这里吗? 周小满开口吼道, 我摇了摇头, 这时候, 老杂毛却笑了起来。 你以为我没防着你请神, 上次我是不知道你, 竟然会请神术, 但这次不一样了, 有了断魂香。 你就算是张天师在世, 也没办法请神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就在这时候, 从龙虎山外面进来的路上, 传来了一道略微嘲讽的声音, 我本来是想来龙虎山, 找找老朋友的, 却没有想到, 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 都说, 我们苗人是蛮人, 如毛银雪, 鹰狠狡诈, 看来你们修道之人, 也不过如此嘛。 我愣了一下, 转过头去, 正好看到了千家鹰, 一脸玩味的, 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 而在他的身边, 吴老二很是狼狈地跟着过来。 看到我的时候, 吴老二的脸色也是一变, 直接朝着我扑了过来, 哥, 王小哥, 我错了, 我真错了, 我不该当是财迷心窍算计您的, 您就大人有大量, 把我当做一个屁给放了吧。 我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千家鹰, 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是带着吴老二一块来的, 千家鹰笑了笑, 他是在蜀王木那找到我的, 我说了, 到时候问问你们的意思, 我才可以确定帮不帮他把骨给解了。 还没有等千家鹰说完, 老杂毛就一脸警惕地看着千家鹰, 开口说道, 杨骨的。 千家鹰只是抿着嘴, 看着面前的老杂毛, 一言不发。 这事情你不要管, 日后, 你便是我龙虎山的座上宾, 奉你为供奉长老如何? 老杂毛轻笑着开口说道, 还是别了, 我这人吧, 还是比较喜欢独来独往吧, 最关键的是, 你们龙虎山的作风, 我还真不喜欢, 万一哪天你想要解决掉我, 杀人灭口, 那怎么办? 千家鹰轻笑了一句, 老杂毛的脸色一变, 那你的意思是你要管了, 你凭什么? 凭这个? 千家鹰伸出了手, 我看到他的手心上, 躺着一只肉乎乎的虫子, 金蚕骨! 老杂毛这时候, 脸上也露出了怯色, 他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眼千家鹰, 算你狠, 这笔账我迟早会找, 你们算的。 说完, 老杂毛很是果断地转身就跑, 老杂毛跑后, 千家鹰冷笑了一声, 将自己手里那胖乎乎的虫子, 给收了回去, 然后转头看向了我, 开口说道, 没想到到了龙虎山你, 还是这么不受代价。 别提了, 我苦笑了一声, 没想到千家鹰竟然会在这时候出来帮我解了围, 我看了眼还抱着我脚,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吴老二, 开口说道, 行了, 他人死也死了, 罪也受了, 就帮他解开吧。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解开他身上的骨吧。 千家鹰笑了起来,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色的药丸, 直接一掌拍进了吴老二的嘴里, 吴老二吃下药丸后, 也跑到一边不停地呕吐起来。 我不想去看那一幕, 因为我之前已经看过好几次了, 那么多密密麻麻的虫子, 会让我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感觉很恶心。 对了, 你怎么会来这? 我转头看向千家鹰, 总不可能是因为要带着吴老二来, 这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 千家鹰这个小魔女, 对着我妩媚地笑了起来, 一旁的周小蛮看到千家鹰这个笑容后, 脸上也布满了警惕。 下意识地朝着我靠了一点过来。 那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千家鹰可能是吓到周小蛮了, 对着周小蛮露了一个放心的表情后, 这才看着千家鹰开口说道, 来找你, 自然是有原因的, 说实话。 我在这看到你, 这更加确定了我心里的猜想。 你果然不是那个人, 那个人现在不会在龙虎山的。 千家鹰开口说道, 为什么这么说? 我开口询问道, 事实上, 我想用白骨正道。 而我下一个目标, 就是鬼童骨。 我已经通过我的消息渠道, 得知了鬼童骨的所在地。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千家鹰开口询问道, 你就别卖关子了, 有事赶紧说。 我没好气地瞪了千家鹰一眼, 开口说道。 千家鹰咯咯咯一笑, 好了, 我发现了, 那天离开的高人, 竟然也在我的目标所在地。 我想起来, 你们走之前, 好像是要去找那个高人, 所以, 就来找你了。 什么? 你发现金蝉了? 我还没说什么。 一旁的黄大仙, 就很激动地开口吠道。 看这个吧, 我想你应该会吓到的。 千家鹰抿着嘴唇, 从口袋里面掏出来一张照片, 丢给了我。 我接过了照片, 看了一眼, 愣了。 一旁的周小蛮也探过脑袋, 来看着我手里的照片, 深吸了一口气。 照片上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高冷哥, 还有一个人笼罩在一片黑袍里, 根本看不出所以然来。 但我看着这个人, 却莫名其妙地感觉熟悉。 当然, 这些都不算什么, 真正让我和周小蛮吃惊的是, 第三个人。 因为那个人,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第117章, 去嘉兴。 照片上的高冷哥, 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依旧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但那个和我长得一样的人, 却让我愣住了。 因为我只知道, 一个人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那就是藏风。 但藏风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之前在八宝村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藏风, 不是已经成为尸体了吗? 怎么现在又能站着? 照片上的藏风穿着一件红色的道袍, 虽然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但很容易就看出区别来。 没错, 就是气势。 藏风站在那儿, 就带着一种只属于领导的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而我站在那儿, 一看就是个臭屌丝。 只是让我感觉好奇的是, 那个穿着黑袍的人, 为什么我看着这人, 总感觉很熟悉呢?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了吧? 千佳音这时候, 忽然开口说道, 我挣了一下, 点了点头, 这人不是我, 这几天我都在龙虎山, 从来不曾离开过。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虽然你们, 长得一模一样, 但你们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当然, 那时候, 你被龙虎山祖师爷附体的时候, 和这个人长得倒是一模一样, 平时嘛, 我也就不打击你了千佳音 抿着嘴开口说道, 胡说, 傻大的哪里不好了? 这时候, 一直在旁边沉默着的周小蛮, 忽然开口说道, 你都说他是傻大哥了, 还需要多说什么吗? 千佳音白了周小蛮一眼, 瞬间把周小蛮给弄得 不知道说什么比较好了。 我发现, 周小蛮的克星就是千佳音, 这两天, 周小蛮有些奇怪, 但之前的周小蛮, 也是有些刁蛮不讲理的感觉。 而千佳音, 则是那种魔女级别的, 竟然三言两语, 就把周小蛮给压得死死的。 周小蛮咬牙切齿地看着千佳音, 最后冷哼一声, 没说话了。 而我则是一直看着照片里面 那隐藏在黑袍里面的人,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注意到, 自己为什么看这人比较熟悉了。 这他骂的, 不就是那天牛十三给我看的视频里面的 那个敢诗人吗? 他和藏风是一伙的, 我忽然好像明白过来什么了。 月经哥在去过八宝村后, 就站在了那个想要买我命的人那边。 而藏风原本在我去八宝村的时候是死的。 而在我离开后, 竟然诡异地复活了。 那个敢诗人本来就是买我命那边的人。 一切的一切线索都开始串起来了, 所有的中心点都在藏风那里。 我看着照片上的, 和我一模一样。 但骨子里, 却有完全不一样的藏风, 沉默了起来, 伸出手在照片上轻轻敲打着。 千佳音这时候也开口说道, 行了, 别看了, 我来这里有两个目点。 说吧, 我一边看着照片, 一边开口说道, 第一, 是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照片上的这个人, 事实证明不是。 千佳音伸出了一根手指, 旋即伸出了第二根, 继续开口说道, 第二就是, 这一伙人出现在这里, 对我的计划有所阻碍, 我甚至怀疑, 他们的目标就是, 我的鬼童骨。 而你和这伙人, 好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管是那个高手, 还是那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都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 千佳音话说道一半, 我抬起头开口说道, 所以你就打算邀请我一起去。 对的, 因为我心里并没有底, 之前在蜀王墓里面的事情告诉我, 你这个人很奇怪, 特别的奇怪, 表面上若不禁风, 但却好像拥有在紧急关头扭转乾坤的力量, 就好像是之前在蜀王墓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这次请你过去, 第一, 是保证我的成功率, 第二, 可以解开我这些天调查到的一些疑惑。 千佳音轻笑着开口说道, 你调查到了什么? 我死死地盯着千佳音开口说道, 千佳音伸出手来放在了自己的嘴唇上, 毛子俏皮地咕噜咕噜转动, 开口说道, 谁知道呢? 不过说不定你求求我, 我就告诉你了呢。 坏女人! 一直在旁边的周小蛮, 这时候也跳出来看着千佳音, 恶狠狠地开口说道, 坏女人! 千佳音看向周小蛮, 哥哥笑着开口说道, 哼! 周小蛮直接把自己的脑袋转一边去了。 我看着周小蛮这样子, 心里也感觉她挺可爱的, 伸出手去摸了摸她的脑袋, 开口说道, 行了, 我正好也没事干。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哪里? 我跟着你一起过去。 真的吗? 千佳音看向我, 然后又看了一眼我旁边的周小蛮, 可是我看某个小丫头, 好像很不乐意看到我了。 谁是小丫头? 周小蛮瞪着千佳音, 而且我也没说, 不乐意看到你。 坏女人! 我也没管这两个女人的明争暗斗, 就继续开口说道, 我这次去这的主要目标就是金蝉,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而且又为什么会和藏风同时出现在那里, 我想把这件事情给整明白了。 最后, 我看了眼黄大仙, 开口说道, 另外, 这里还有条狗特别想见到金蝉, 如果我不答应的话, 恐怕一会儿这条恶犬就要往我屁股上咬了。 算你小子实相! 黄大仙很满足地开口废道, 行吧, 那我们走吧, 吴老二你吐完了没有, 吐完了就走。 千佳音看着满脸苍白的吴老二, 开口说道, 吴老二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好了, 然后从地上爬起来, 往外走着。 走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吧, 千佳音忽然开口说道, 对了, 王盼, 那龙虎山的道士为啥会来追杀你啊? 难道这些天, 你在龙虎山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 你看我这样子, 我能做出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 我苦涩地笑了笑, 然后把自己到了龙虎山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都和千佳音说了。 等我说完后, 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吴老二的大奔就停在马路边上, 我们上了车后, 千佳音这才一脸错愕地转过头来开口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你小子得到了张道林天师的道统了, 你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吗? 没有, 我开口说道, 我去, 小子, 你这狗屎运可真够强的, 我就这么和你说吧, 张道林天师是龙虎山的创教人, 只要以后你学了玄学, 不管用什么道数, 哪怕你修为再低, 都能死死地压住龙虎山这一脉的人一筹, 我总算是知道, 龙虎山的长老宁愿降低身份, 都要追杀你了, 现在是杀你的最好时机, 像你这种对龙虎山心存恨意的人, 只要修炼起来, 不出五年, 就是龙虎山的末日了, 千佳音叹了一口气, 不过他们, 也不是傻瓜, 把你的魂魄印记给留下来了, 到时候, 如果你真的杀上龙虎山了, 那也做不了, 什么大事来, 我能做什么大事, 只要他们接下来不要来惹我,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白了千佳音一眼, 喝了一口水, 开口说道, 对了, 你还没有说, 这次我们的目的, 究竟是哪呢? 嘉兴, 到了嘉兴后, 你就知道了, 千佳音笑着开口说道, 那地方可很危险的, 在这之前, 你最好让你身边的这条狗, 教你点防身的东西, 不然真有可能会死在那里不可, 我们迷了教的道法, 从不外传, 黄大仙义正言辞地开口说道, 我来吧, 周小蛮这时候, 忽然举起了手, 弱弱地开口说了一句, 你也可以, 反正到时候, 这小子, 别拖我们后腿就成, 另外, 吴老二, 你记得, 把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不然信不信我再放一把虫子到你家门口, 千佳英转头看了眼吴老二, 恶狠狠地开口说道, 第118章, 信任, 吴老二显然很吃千佳英这一套, 被千佳英这么一说, 吓得一哆嗦, 缩了缩自己的脑袋, 乖乖地开车去了, 威胁完吴老二后, 千佳英的心情明显好了太多,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 开口说道, 我们先去南昌, 找个地方住, 你跟着这小妮子学点东西, 好防身, 我这边也准备一下, 争取一周内出发, 我点了点头, 心里也很好奇, 除去那个半生不熟的寝神术, 还有那个一用就要我命的七星神骤金, 我还真没啥会的玄学倒数, 这两个都是动不动就要我命的玩意儿, 说实话, 不到万不得已, 我还真的不想用这两个倒数, 谁想动不动就把自己的命往外面送啊, 虽然我已经丢了三次阳兽了, 但这并不代表着, 我想要丢第四次啊, 所以, 学习能够防身的倒数, 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这时候, 千佳音也开口说道,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 是嘉兴一个山沟里面的小山村, 叫龙湖村, 当然, 我又给他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 叫做无人村, 无人村? 我愣了一下, 看向千佳音开口说道, 什么无人村? 顾名思义, 我说的无人村, 就是无人村, 这个村子里面并没有人, 千佳音拧了名嘴, 开口说道, 那不就是和八宝村一样啊? 我开口说道, 千佳音却摇了摇头, 不, 这和八宝村完全不一样, 现在也解释不清楚, 具体的情况等一会儿找到落脚点, 我给你看资料, 这些资料可是用了不少人命才填出来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仅仅只是进去找个资料, 就用了不少人命, 显然这个无人村是个特别危险的地方,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 为什么千佳音会把这个龙湖村叫做是无人村? 本来我以为无人村里面没有人, 那就只有鬼了, 那和八宝村也没什么区别啊, 但千佳音又说, 这无人村和八宝村不一样, 这就让我塞进死胡同里面了。 就在这时候, 周小蛮忽然开口说道, 我觉得, 高冷哥不是那种人, 他肯定不会和藏风一伙的, 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我转头看向周小蛮, 开口询问道, 周小蛮却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师父说了, 那些事情不能告诉你, 告诉你的话, 你会死的, 你只要相信高冷哥不会和藏风一伙的就可以了, 那月经哥呢? 杨宇他怎么样了? 我连忙开口询问道, 周小蛮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 我师父和我说的事情, 里面没有月经哥在里面, 周小蛮的话, 让我心头痒痒的, 那种明明知道答案就在眼前, 却发现自己, 根本没有办法寻找到的无力感, 让我整个人都梦了, 不过刚才周小蛮说的有一句话, 我还是记下来了, 那就是, 如果那些事情给我知道的话, 我就会死的, 为什么我会死? 知道一些事情而已, 我皱起了眉头, 不停地用手指, 敲打着自己的大腿, 开始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寻思着这个问题, 就在这时候,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我愣了一下, 赶紧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 是高冷哥打过来的, 看着屏幕上显示的高冷哥名字, 我正在原地,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 谁打来的? 千佳英转头开口询问道, 我苦涩地笑了笑, 高冷哥, 嗯, 也就是金蝉, 那赶紧接起来啊, 犹豫啥呢? 黄大仙急了, 连忙开口说道, 显然, 他很在意自己, 被高冷哥抽走的命魂, 接吧, 看看他要说什么, 我们再做出应对千佳英笑了笑, 开口说道, 我这才点了点头, 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很长的一段时间沉默, 等我快被那沉默击败的时候, 高冷哥的声音这才传了过来, 不要来龙湖村, 为什么? 我开口询问了一下, 但电话却被挂掉了, 喂, 金蝉, 我的命魂呢? 你小子抽走我的命魂, 就这么不管不问了? 黄大仙朝着我扑了过来, 对着我手里的话筒, 疯狂地吠着, 口水都快滴到我脖子上了, 我赶紧把黄大仙给推开, 然后开口说道, 别废了, 他把电话挂掉了, 干, 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说了, 帮他找到你们, 就可以了, 结果拿了我的命魂就跑, 黄大仙不停地埋怨道, 他说什么了? 千家音转过头来, 开口询问了一句, 我苦涩地笑了起来, 他说, 让我不要去龙湖村, 就这么多, 那你之前那么久的电话是干嘛的? 千家音开口询问, 沉默, 他一直没说话, 我也一直没管, 我无奈地说了一句, 真是服了你了, 千家音白了我一眼, 那行吧, 现在你告诉我, 你去龙湖村吗? 去, 当然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千家音, 开口说道, 他越不让我去, 我就越想去, 我就想知道这个闷葫芦里面, 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小心好奇害死猫, 千家音却笑着调侃, 我不属猫, 谢谢, 我很客气地回了一句, 就在我们继续, 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我的手机又响了, 黄大仙急了, 快, 肯定是金蝉那小子打过来的, 快接起来, 我拿出手机一看, 却发现, 并不是高冷哥打过来的, 打过来的人, 是一超, 一超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有些冷冰冰的, 你打伤了彭长老, 彭长老, 你说的是老杂毛吗? 如果是他的话, 我的确是打伤了, 我笑了笑, 开口说道, 你还笑得出来, 你杀了顾一涵和郑英杰, 你这是残杀同门知道吗? 掌门知道这事情后, 已经大发雷霆了, 一超开口说道, 我却笑得更加精彩起来, 我的确是想杀他们两个, 但我如果告诉你, 他们是你们彭长老杀的, 你信吗?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回来和我们, 说清楚吧, 一超叹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误会? 我脸上的冷笑也强烈起来, 刚才你说的那个彭长老, 带着两个弟子来追杀我, 好了, 现在死了两个人, 你就怪我头上了, 那如果他们杀了我, 是不是这事情就这么算了? 你知道的, 我不是这意思, 我只是想让你回来解释清楚, 一超声音越说越小, 还解释什么呀, 解释, 他都带人来追杀我了, 你觉得我现在在回到龙虎山, 还有命在吗? 既然他说人是我杀的, 好啊, 人就是我杀的, 反正我说人是他杀的, 你们也不信, 我气得都笑起来了, 一旁的周小蛮, 看到我生气的样子, 连忙上来拍了拍我的胸口, 生怕我气门过去, 行了, 王畔, 我知道, 你对龙虎山是有偏见, 但事情不能做得这么绝对, 这样吧, 他说人是你杀的, 你说人是他杀的, 你们当面对质清楚, 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你怕有危险的话, 我保证你的安全, 可以吧? 一超开口说道, 是谁让你找我回去的? 我开口问道, 我师父啊, 一超回答道, 对了, 那我就更不能回去了, 就在刚才, 你师父为了让你们的鹏长老, 能够顺理成章地杀死我, 既然装晕, 你觉得我能回去吗? 我冷笑着开口说道, 你师父和那个鹏长老, 就是一丘之和, 够了, 王畔, 你侮辱我可以, 不能侮辱我师父, 我师父不是那种人, 一超有些生气地开口说道, 那你是不信我了? 既然不信我, 何必让我回去呢? 你们怎么认为, 就怎么认为好了? 说完, 我挂掉了电话, 第119章, 五丁五以神又数, 挂掉一超的电话后, 说不难受是假的, 虽然和一超才, 认识了短短几天, 但我的确, 是把他当作了我, 真正的朋友来对待, 而现在, 连我的朋友都不信任我, 这让我的心里, 感觉特别不舒服, 虽然我知道, 如果我和他交换一下身份, 恐怕也会是同样的结果, 毕竟一方是把自己从小养到大, 有养育之恩的师父, 一方只是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 无论是谁, 都会选择前者, 但即使是知道这一点, 我的心里还是感觉到, 有些不舒服, 龙虎山的人, 就都是这样的, 你习惯了就好, 千佳英冷笑了一声, 开口说道, 怎么, 你和龙虎山的人, 有什么恩怨不成, 我笑了笑, 将自己内心的不舒服, 强行放了下来, 并没有, 但听说过一些, 一超这人,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你回头再单独和他解释一下吧, 千佳英笑着说了一句, 我点了点头, 心情却更加不爽了起来, 毕竟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去解释, 我和龙虎山之间的关系, 已经就这样了, 不可能缓和的, 有鹏长老内的老杂毛, 在那边祸悉泥, 反正我感觉, 啥事都够强, 希望时间会摆平这些烦心事吧, 我叹了口气, 有些不切实际的笑了笑, 然后闭上了眼睛, 准备休息一下, 毕竟刚才一路从龙虎山里面跑出来, 我也是, 耗费了不少的体力,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进入南昌的市区了, 我们一群人找了家宾馆住了下来, 也不知道千佳音是咋想的, 竟然说, 要让周小蛮和我一个房间, 因为这样比较好传授我道法, 虽然有些不适应, 和女孩子一个房间, 但我见周小蛮都没有拒绝, 如果自己这么贸贸然拒绝的话, 显然有些太伤他的心了, 而且现在, 也不是多想什么的时候, 时间这么赶, 也的确如同千佳音说的, 我和周小蛮两个人, 一个房间会比较好, 不过最后, 周小蛮还是让黄大仙, 和我们一个房间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 不知道为啥, 我就感觉有些失落, 到了房间里面后, 周小蛮先去洗澡了, 在周小蛮洗澡的时候, 黄大仙有些鬼头鬼脑地探过他的狗头, 开口小声沸道, 小子, 你是不是对周小蛮有意思啊, 这样吧, 我就当没看见, 你现在过去偷看他洗澡吧, 你他妈的有病吧, 我白了黄大仙一眼, 虽然在刚才的一瞬间, 我的确是有这个龌龊的想法, 但被黄大仙这么一说, 内心的倔强, 就让我继续逞强道, 我又不喜欢他, 是吗? 我本来还想着, 晚上睡厕所, 你们做啥, 我也会假装看不到, 听不到, 现在好了, 既然你不喜欢他, 那我也不用隐瞒了, 黄大仙咧着嘴, 开口说道, 我愣了一下, 心里就感觉有些失落, 但很快就开始鄙视自己起来了, 都这时候了, 还瞎想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 周小蛮也已经喜欢走, 裹着玉袍出来了, 湿漉漉的长发, 用毛巾擦拭着,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周小蛮, 一下子竟然看呆了, 周小蛮见我打量他, 翘脸一红, 瞪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你看什么呢? 没, 没什么? 我有些尴尬地, 转过了话题, 见周小蛮, 还想要继续说些什么, 我就连忙开口说道, 我先去洗澡, 说完就直接夺门进了浴室, 把衣服迅速地脱光, 然后把水开到最大, 任由冷水冲下来, 把内心那种以你的感觉冲刷干净, 这次来龙虎山之后,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感觉自己, 对周小蛮的感觉有些两样了, 或许是因为, 在我苏醒过来后看到周小蛮的眼泪, 又或者是, 王开山临死之前的托付, 我用力地捏紧自己的拳头, 开始怀疑起自己来, 我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保护周小蛮呢? 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 不管是个人实力, 还是我赚钱的能力, 比起周小蛮来都是要差好多, 甚至我感觉, 周小蛮一年, 从帮别人看风水赚来的钱, 都够买我好几次命了, 我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 把水关掉, 这才擦干身子走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周小蛮正拿着一些黄服, 在床上摆弄着, 见我出来了, 这才开口说道, 时间有些急迫, 我现在就教你护身的法术吧, 我去上的厕所, 这时候, 黄大仙忽然开口说道, 我忽然想起来, 之前黄大仙说的, 躲厕所里, 当做啥事, 都没发生, 但很快我就抛开了那个卧挫的念头, 黄大仙应该是因为避嫌吧, 毕竟周小蛮传的道数, 很有可能是独门秘诀, 别人是不能听的, 黄大仙离开后, 周小蛮这才看着我, 开口说道, 我要传你的, 就是五丁五以神右术, 这是一门调动自身阳气, 不受阴煞之气影响的法术, 算是我们这一排里面, 比较基础的法术, 我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具体要怎么练呢, 周小蛮笑了起来, 你真当你可以练成不成, 基础法术是最难练的, 没有十几年的功底, 根本就学不会, 我只是教你手印, 还有使用的法门, 到时候遇到了危险, 用出来就可以了, 哦, 我有些失望, 本来还以为自己, 能学到一门秘诀的, 结果发现, 还只是皮毛而已, 见我失落的样子, 周小蛮也笑了起来, 红着脸小声开口解释道, 不是我舍不得教你, 而是时间上来不及, 只有几天的时间, 想要速成, 还是得靠道具, 我见周小蛮有些慌张了, 也连忙开口说道, 我只是失望自己的天赋, 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周小蛮的脸色, 这才好了一些, 然后扒拉着床上的那些黄服, 开口说道, 这次出来, 我师父就给我带了这么多神幼服出来, 到时候你用的时候, 直接打出手印, 喊一句, 急急如律令就可以了, 我看了下那些黄服, 差不多有二十来张左右, 也就是说, 这二十来张黄服, 很有可能是我将来保命的资本, 等把这些黄服都认真的收起来后, 周小蛮这才开口说道, 接下来, 我给你演示一下手印的动作, 一定要记住了, 到时候, 如果打错了手印, 很有可能会导致阳气外泻而死, 我一听周小蛮说的严重, 本就认真的心态, 变得更加认真起来, 周小蛮伸出手来, 先是快速地做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手印, 在手印结完后, 我明显感觉到, 从周小蛮的身上, 升腾起一股气息来, 那气息, 我又感觉不到, 好像是一层薄薄的衣衫, 覆盖在周小蛮的身上似的, 这应该就是周小蛮说的, 五丁五以神诱书的阳气护体, 那一层好像是衣服的气息, 应该就是那些泄露出来的阳气了, 做完后, 周小蛮又慢慢地给我演示了一遍, 这一次, 我看得很清楚, 记了个七七八八, 然后也跟着做了起来, 一开始做的还是有些生疏的, 但随着周小蛮指出了我的几个动作后, 我的动作也开始渐渐地熟练起来, 差不多过了四五个小时吧, 等要吃晚饭的时候, 我这才这手印给彻底地学会了, 虽然还是有些生疏, 但已经是可以一套毫无错误地做出来了, 这让我的心情感觉有些舒畅, 就好像是读书那会儿把游戏打通关了一样, 然后周小蛮这才开口说道, 接下来我教你呼吸的办法, 就是按照两吸一呼的节奏, 一边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一边快速地截出手印, 只要在半分钟内截出手印来, 这东西就差不多会了, 第120章, 千万不要去无人村, 我点了点头, 开始琢磨起这个呼吸方法来, 结果试着弄了两次, 却发现自己要么就是精神全放在呼吸上, 来不及节手印, 要么就是只顾着节手印, 呼吸乱的一团糟, 然后就是差点把自己给练得差起, 见到我挠头扫耳的样子, 周小蛮也笑了起来, 我们先去吃饭吧, 没有两三天, 你是练不出来的, 虽然我心里还是想着要继续练习一下的, 但既然周小蛮这么说了, 也只好起来去吃饭了, 我们带着黄大仙一块去敲开千家印的房门, 一群人下去, 随便找了家饭店吃了点东西, 就急急忙忙地回来了, 一回来, 我就在房间里面拼命练习起, 五丁五以神幼树的呼吸法和手印来, 练了有一会儿了, 这才感觉累了, 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度过的,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练习呼吸法和手印, 听周小蛮说的, 这呼吸法是最基础的东西, 只有掌握了呼吸法, 以后使用那些倒数的时候, 才可以更加顺利, 虽然, 不是所有的倒数, 都得用这种呼吸法, 但有超过八成的倒数, 都必须要用到这道树来, 差不多在南昌待了有五天了, 我也差不多掌握了呼吸法和手印之间的配合, 在第五天晚上, 终于第一次用出了五丁五以神幼树, 虽然没有黄浮的配合, 我只是爆发了一下阳气, 就没有后续效果了, 但却还是着实, 让我兴奋了一下, 就在我打算和周小蛮说, 这事的时候, 我房间的门被人敲响了, 是千家音, 千家音进来后, 叫周小蛮出去, 我估计是两个人聊一些, 只有女人才能聊的话题, 不方便, 我去听吧, 等了差不多有半小时, 周小蛮这才从千家音的房间里面回来, 回来后, 周小蛮的表情有些怪怪的, 我说不出是哪里怪, 总之就是觉得周小蛮的表情特别的不对劲,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 而是一脸兴奋的开口说道, 小蛮, 我刚才好像成功地, 用出五丁五以神幼树了, 周小蛮有些恍惚地嗑了一声, 就好像, 是失了神一样, 这让我有些迷惑, 他是怎么了, 就在我继续想要问些什么时候, 周小蛮却苦涩地笑了笑, 开口说道, 有点晚了, 睡觉吧, 我愣了一下, 内心的兴奋感, 这时候也消散了不少, 最后点了点头, 躺在床上半天没睡着, 脑子里想着, 都是周小蛮为啥这么奇怪的事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这才昏昏沉沉地睡着, 睡过去的时候,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有人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 脸上有些湿痕, 我想要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的眼睛重得厉害, 怎么都睁不开,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中午了, 我正郁闷着周小蛮咋没叫我起床, 就被一声猙獰凄惨的狗叫声, 给吸引过去了, 我连忙跑过去一看, 就看到黄大仙痛苦地在地上蜷缩着, 不停地惨叫着, 怎么了, 我开口说道, 千家音那小妮子, 给老子下鼓了, 操, 黄大仙气急败坏地开口说道, 我才看到, 浴室的洗脸台上, 有一枚红色的丹药, 看起来有些像之前在丽江的时候, 那个吐司给我的白骨丹, 我估计是解药, 连忙拿过来给黄大仙扶下去, 很快, 黄大仙就蹲马桶上,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我连忙退了出来, 走到了外面, 然后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那就算周小蛮不见了, 而周小蛮的床上则放着一张纸, 我愣了一下, 连忙跑过去, 把纸给拿了起来, 就看到纸上写着, 千万不要去无人村, 记住我说的话, 是周小蛮的笔迹, 我当时吓了一跳, 又想起来昨天周小蛮回来的时候, 奇怪的表情, 然后就是千佳英给黄大仙下鼓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下意识的感觉就不对劲了, 我对黄大仙说了一句, 我先下去了, 然后就赶紧朝着楼下的收音台跑去, 跑到楼下后, 我这才气喘吁吁的, 对收音台的收音员开口说道, 213房间的客人, 是不是退房了, 就是和我一块来的那几位, 那收音员看我着急的样子, 愣了一下, 加上对我的确, 也有些印象, 毕竟这两天, 我一个臭屌丝, 陪着千佳英和周小满两个大美女上上下下的, 想不引起别人注意动难, 嗯, 退房了, 早上退的, 调查了一下后, 收音员这才开口说道, 果然如此, 我深吸了一口气, 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也不知道千佳英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忽然和周小满两个人一起不辞而别地离开, 而且还留下了纸条, 让我千万不要去无人村, 我回到房间后, 黄大仙已经把体内的蛊虫给排完了, 正一脸虚弱地在那看着我呢, 我开口说道, 千佳英和周小满离开了, 可能是去了无人村, 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让我千万不要去无人村, 难怪这小逆子会对我下骨, 如果不对我下骨的话, 根本就弄晕不了我, 也就做不到神不知鬼不觉了, 黄大仙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这两个小女孩, 抛下我们去无人村, 究竟做什么, 你的打算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才暂时性地决定, 要单独离开, 但我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我绝对做不到自己无动于衷地在这里等着他们回来, 我顿了顿, 然后开口说道, 所以我想去找他们, 你现在的实力过去, 只会拖后腿, 黄大仙看着我开口说道, 我摇了摇头, 虽然我不清楚, 千家英是为了什么才这么做,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周小蛮出发去无人村, 绝对是因为我, 所以我要去, 因为无人村很危险, 说不定我过去, 可以救他们, 用什么救, 黄大仙开口说道, 我有请神术, 还有龙虎山道统, 大不了最后, 我用我这条命去救他们, 总比在这里心安理得的, 等着他们去冒险要好, 我看着黄大仙开口说道, 你可想清楚了, 我现在暂时动用不了太多的力量, 所以我们这么贸贸然的过去, 危险性是很高的, 黄大仙开口说道, 我确定了, 我看向黄大仙, 鉴定地开口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去吧, 我也不会阻拦你, 毕竟我也想去, 我要找到金蝉, 把我的那一缕神魂给夺回来, 黄大仙开口说道, 嗯, 确定了后, 我赶紧去把机票给定了, 因为时间上太仓促了, 今天的机票已经订不到了, 只能订到明天早上去杭州的机票, 订完机票后, 我也回来, 一晚上没睡着, 脑子里面乱糟糟的, 想的都是千家英和周小蛮不辞而别的事情, 我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们不愿意让我去无人村,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去了无人村, 我一定会很危险, 甚至是威胁到生命的那种, 不然,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不辞而别的, 我又想起来, 之前高冷哥给我打的电话, 也叫我不要去无人村, 这个无人村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里面有千家英所需要的鬼童骨, 高冷哥, 黑袍人, 还有藏风,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一个个问题, 也缠绕在我的脑海里面, 烦得我一晚上没睡着, 只好重新做起来, 精神异异地锻炼起呼吸和手印的配合方法, 毕竟, 既然那无人村这么危险, 我还是要炼出一门, 能够保住我性命的倒数才行,